我做這個頻道這麼久 經常都會收到一些批評 又善意又不是太善意 善意的批評我通常會接受的 例如說我講話 懶惰你 懶惰 嘖嘖嘖嘖 我都會想辦法改善 但你知道這些東西不是說改善是改善的 有時跟我心情有關的 我心情好的時候又可以講得順暢一點 沒有想到你可以講得很順暢 有時會緊張一點的時候 我很少心情不好的 有時我心情不好都是很短暢的 但如果有時我緊張 或者我憂慮多些事情 或者接播的時候 我一邊看別人的留言 一邊看即時留言的時候 一邊做 我真的會很難避免我自己講這些脫口 所以這方面的留言 或者這些批評我接受的 但是我都想去改善的 聽完之後我就會知道 原來跟我們平時講話不同 我們平時講話是容許少少脫口的 原來做YouTube 少少脫口是不行的 平時我跟人講話 有些人說我說話是流利的 原來上到YouTube之後 會變成少少脫口的 這些批評會令我知道多些真相 從而去改善多些少 我懶得想那些事我改善不到 我懶得想那些事我改善不到 我想改善改善不到 但是這些批評我覺得 我可以接受的 但是有時有些批評 我常常都放在心裏 硬著硬著的 例如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過的 有個批評就是 你法官說什麼都說對 你是否跟政府洗太平地 這些批評呢 首先就是 為什麼我會放在心裏 硬著硬著呢 因為這就是觸及到 我心裏最深層的 最痛的地方 因為我正正就是希望 這個頻道可以令到大家 知道多些真相 知道對與錯 能夠容易判斷對與錯 和清晰些去判斷對與錯 有時候譬如 法庭是守美門的地方 整個司法系統是守美門 甚至是整個社會運作 它是守美門的地方 我們不可以把所有問題 都放在一個守美門的人身上 我常常舉例 比喻就是 踢球 踢球有前鋒有中鋒有左翼有右翼有後衛 又有守門員 你不可以每次輸球都賴守門員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有事情有什麼問題 就放在法官身上 這個我覺得 一來就對法官不公平 對司法系統不公平 另外就是 令整個社會的運作都不太好 就是我們想指出一些問題 而令到這個問題得到重視 而令到社會關注這個問題 但是所有問題都放在法官身上 那就真正應該負起這個問題的 單位或者party 就不會受到適當的監察 和適當的制衡或者指控 這個不是一個好現象 所以我的頻道 是希望是其是非其非 希望真正正正 應該要把這個問題 要承擔責任的人 抽出來 不要每次都說是法官 這個是我的目標 所以你都會發現 其實我偶爾都會說出法官的不是 我不是全部都說法官是對的 有時候上訴到的那些就是 上訴到下落 那這個法官是不對的 是會說出法官不對的 但是我不會下下公眾認為法官不對 我就說法官不對 然後大家就很開心 然後我的頻道就會 然後我的視頻就會直接上升 那我不是想這樣 我希望大家會知道 冷靜回來 不是守美門那個錯了 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們要分清楚 哪個對哪個錯 好了 今天我突然發了這樣的勞騷 我只是想 那麽巧我今天就要分享一下 一個法官出錯的地方 用來聲明一下 所以我不是所有法官說的都是對的 那當然我不是特意 那麽巧我見到 其實昨晚突然間見到 見到說 有一宗案 我看上去的法官似乎 處理方面出了一些問題 或者一個判辭出了一些問題 那 那這宗是什麽案呢 就是一宗 發生了幾年前 一個學校的老師 蓋了一個學生五十八 一個中二的學生 蓋了五十八 蓋了五十八之後 就兩年之後 才報警 然後就上庭 就審了 兩年之後 然後 幫他做證 就是另一位老師 就是蓋人老師的同事 這件事就很奇怪 兩年之後才報警 然後他的同事 幫忙做證人 不過這麽怪的事 不奇怪 有很多原因 都可以令到一個人 遲了報警 不過這不是我想要研究的事 我想要研究的 純粹是法官的判辭 就是裁判官的判辭 裁判官的判辭 裁判官的判辭 不過我要先帶你後規 這次我是沒有聽審的 也沒有看原裝的法庭紀錄的 我純粹是報章的報道 不過我看過幾張 幾份報章的報道 都一致的 有關法庭紀錄 有關法庭的判辭 都一致的 你最多說他不全面 一齊不全面 但是今天我的評論 就跟全不全面無關的 就算不全面都無所謂的 因為你會知道 其實我之前講的很多案件 都是因為報道不全面 而引致我們對法官的裁決 有質疑的嗎 但是這一宗 我所有作出的評論 就跟全面無關的 OK 我認為法官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講了 這一宗案最後是怎樣判 最後裁判官 裁判官認為是沒有罪的 即是不能夠證明那個老師 當時真的掩蓋到58 OK 好了 但是我不是要質疑這個 沒有罪的裁決 我是想質疑的就是裁判官 當他作出沒有罪這個裁決的時候 所講的事情 即是他的判辭 他的理由 他為什麼要判他沒有罪呢 裁判官講了幾個重要的原因 基本上我三個都不同意 他第一個原因就是 既然他沒有理由會在眾目攜攜之下 蓋到58 一個老師沒有理由會這樣做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如果真的蓋到58 因為當時是這樣的 對不起 我忘了那個案情 那個案情就是 那個學生應該要去留堂 那個老師佛去留堂 但是那個學生就想去合唱團 參加合唱團活動 因為他就來表演了 所以那個被告呢 就叫那個學生不要走 那個學生都照走 就去了禮堂那裏參加合唱團 所以那個被告呢 就追到禮堂 然後在禮堂裏面 就蓋了58 當著這麼多合唱團 和合唱團老師 和團員的面前 蓋了58 所以法官有判詞 第一樣就是 在眾目攜攜之下 蓋到58 是不合理的 有內在的不可能 另外就是 認為如果在合唱團面前 蓋到58 應該會令到合唱團團員驚嘆的喔 所以又認為這個是 有內在的潛在不可能 最後就是說 一個老師就說 那個做證的老師就說 他被人蓋了58之後 就回到合唱團裏面唱歌了 但是他自己的說法呢 就是說 他下了樓下見社工 或者是廁所洗臉 所以呢 就有證供上的不一致 基本上這三個主要原因 就認為 控方的證供 是不能夠成立的 他接立他的證供的 然後呢 辯方的證供 是誠實可靠的 是一致的 所以就接立了辯方的證供 所以就認為 被告的罪名不成立 OK 整個他的判詞就是這樣 我主要的是想說 我不是質疑他說的話 我也認為 照計他蓋到58 在眾目攜攜之下 蓋到58 都真的幾離譜的 很難令人自信的 但是這個不是內在的不可能 這個只是案情誇張的 你可以說是案情誇張 但是這個不是內在的不可能 這個裁判官 濫用了內在不可能這個詞 或者這個理由 OK 同樣 他認為 因為如果他真的在這些合唱團面前 蓋到58 應該是會令到合唱團的團員 驚嘆的 首先 就是驚嘆 作為團員驚嘆 不代表兩年之後 他繼續驚嘆的 又或者 他見到 合唱團團員見到 驚嘆完之後 他未必會有即時的反應 就是在學校 每一間學校的氣氛不同 每個老師和學生的關係不同 你很難說 一定是驚嘆完之後 就要報警 所以 裁判官認為 照他應該驚嘆的 所以認為 這個是有內在不可能 這兩件事情 我都認為是很誇張的 在這麼多學生面前 蓋到50包 蓋到20包 蓋到20包 蓋到10包 這是很誇張的 而且 這麼多人見到 這麼多人見到的情況 整個場面都真的很誇張 這這麼誇張的情況 並非內在不可能 這個法官完全 理解錯了內在不可能 什麼情況是內在不可能 例如舉個例子 他被他蓋完50包 蓋完50包之後 這個學生就幫這個老師 拿補上去課室 這可能是內在不可能 故事的前半段和故事的後半段 產生嚴重的不符合 這就是內在不可能 同一個政公之間 他會發現 在同一個人的政公 的不同環節 發現了衝突 這就是內在不可能 但是 誇張情節就是誇張情節 誇張情節 不是內在不可能 同樣 在合作人團面前 他要驚嘆 驚嘆就是驚嘆 驚嘆 他沒有出聲 就沒有出聲 這麼多老師處理了 老師處理了 學生不處理 或者不投訴 不奇怪的 這個也不是內在的不可能 這個可以覺得內容誇張 正如我很多人都說 紙黑藏絲案 歐陽炳強 沒有理由會把這條絲 放在自己家裡 自己 工作地方門口 這個不是內在不可能 這個是誇張 誇張的事情 有時候會發生的 屯門色摩都誇張 林過雲都誇張 誇張的事情 是有時候會發生的 有些老師 真的很誇張地去處理學生 我小時候被人用槍枝 槍枝的意思是 槍門那個 就是 撐著那條東西 以前那些 舊式的槍門 有一條東西 有幾個洞 被你插下去撐著 剝那個東西出來 我試過被人這樣打 是誇張的 誇張不代表內在不可能 法官 這個裁判官 對內在不可能 似乎有濫用 和不理解的地方 至於 他說那個政工的不一致 就是說那個 那個學生 一個就說自己 下去下面洗臉 見洗工 另一個就說 去合唱團裡面去唱 這個有可能是時間上 那個細節的 不夠細緻而已 就是可能他去洗完臉 之後上來唱歌 只是個老師說少了一個步驟 或者他回憶少了一個步驟 因為始終都過了兩年 這裏又不算是很大的不一致 就算當是不一致 最後都不引致 因為這樣 而令到 他罪名不成立 最後令他罪名不成立 是甚麼呢 很簡單 就是他信被告 現在他的判詞裏面 我較為信服的 就是說被告說的東西 是誠實可靠的 就是他一貫的 在任何盤問之下都不動搖的 這樣就夠了 那你就可以判他沒有罪的 因為 你歸被告 我當 他有可信的 即是被告有可信的 控方有可信的 兩個都可信的 兩個可信 那就有兩個 多於一個合理的版本 多於一個合理的可能版本 就可以判他沒有罪的 那你又不用強行講到 他就說那些有內在矛盾 那些有內在不可能 強行講到不可能 我覺得就做多了 所以這一宗案 我認為 法官的判裁決 我不會質疑的 我也都可能覺得是對的 但是他就濫用了 內在的不可能 和不一致 這兩個案 在判詞裏面 經常用的概念 好 會不會有上訴呢 當然不會有上訴 律政司 如果是上訴 就是律政司上訴 律政司上訴的話 他都會見到 其實只要 他是信 辯方說話 信被告說話 事實上已經 不是毫無合理的疑點了 無論如何都會判他沒有罪的 只是在判詞裏面 判他沒有罪的時候 他講大了 講多了 這些情況一定不會上訴 所以判決應該是永久的 就是最後這個老師 也都是真的沒有罪的 OK 我希望大家會透過這一段說話 會多些明白 其實什麼叫做正公一筆一致 因為 不是 什麼叫做內在不可能 因為你們經常看我的直播也好 我的片也好 有時候都會講 內在不可能啊 潛在的不可能啊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那麼誇張不算的 我可以強調 案情誇張 有時候真的只是案情誇張 這個不是內在不可能 OK 好 那麼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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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